妈 哎 哈喽大家好 这会儿不忙 有好多朋友都想了解一下这个玉飞牛 甩羊给三羊又哪些区别 咱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好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三羊牛给甩羊牛有什么区别哈 大家也甩羊过牛也甩羊过牛啊 甩羊牛给三羊牛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缺点啊 首先说这个甩羊牛 说甩羊牛的优点 甩羊牛的优点就是生料生心啊 为啥是说这个甩羊牛要生料的 这个甩羊牛他甩中的 他没有那大的活动量他不小他的体力 他吃不那么多料他还用于张表啊 再说这个甩羊牛的他生心 你只要把他甩的解释 呃你也不用操心了就是每天我一把牛之后啊 再说一年下你也不用害怕他都在这个棚子下面甩中啊 那个甩羊牛的缺点就是 呃卖的时间就是 你看甩羊牛的卖的时间他价格低为啥说价格低的 他的肉质没有那么好他就是说 他是甩羊牛他用于张幼啊 哎这个都是价格低是不是 你想再说的甩羊牛他不好打的 有个啥的就是他每天拉的肥面就是在他屁股后面 每天两次都在去请的肥面你不请的不行啊 你不请的后面拉的成腿成腿的啊 咱再说这个甩羊的啊这个甩羊牛的有点就是 甩羊牛卖的时间就是价格高因为他甩羊的他肉质好 肉质好他是处的价格要高 啊就是他这也甩羊牛也好管理 你想一下就是你每天喂的时间 水是水草料是就是吃草是吃草的地方 喂上汤吃草吃饱了你就不用管他 他自然就去饮水了 再说这个肥面的你也不用一天两动的给他请的 他满天的你就就去拉 你就是要是好甜的情况呀 三天五天十天八十天不都不用请的肥面啊 这个呀比较盛行啊 三羊牛的缺点就是 肥料打架哈 你想一下这个三羊牛就是 他每天活动量大他小他的体力他就吃了多一点啊 他别引年下雨的时间 引年下雨三羊牛就是打斗力也厉害 他也影响他的长势 是不是 咱不管甩羊咱不管三羊 其实区别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最最主要的就是价格上的区别哈 你想这个三羊的卖的价格高 甩羊的卖的价格低 咱白馆甩羊白馆甩羊 咱最终羊牛还是霸牛羊毛是最主要的 其实这个三羊给甩羊的 还得给你 咱个人哈 再说也得给你你牛的场地 如果你的牛的场地大的情况下 你有大的抛肠 那个呀你可以选择三羊哈 你要如果就是你的牛圈小小的 你没有地方就是没有抛肠 那你除非选择甩羊哈 我刚才都给大家说过了 白馆甩羊白馆甩羊 咱们羊牛人 最主要的都是把牛羊好就行了哈 那今天视频就给大家录到这里吧 好 下期见